最近,有消息称中国女排主力后排朱婷选择不回国参加国家队的集训与比赛 这一决定引发广泛讨论,经过与国家队主教练蔡斌沟通 朱婷表达了自己现阶段无法应对高强度训练与激烈比赛的考量 蔡斌深知朱婷近年来的身体状况与恢复情况 她表示理解并支持朱婷的决定,相信她会在最短时间内达到最佳状态归队 朱婷多年来为国家队效力,实力与贡献有目共睹 相信这位勇敢的姑娘定会战胜难关,重返赛场 然而,一些穷迷无法理解朱婷的决定,指责她不参加国家队 以伤病为借口,这显然出于对事实的不了解 居永有透露,朱婷手腕的伤势远非表面看来那么简单 最近几年来,她一直在私下与手腕的伤痛作斗争 这也是她每天仅进行1.5小时俱乐部训练的原因之一 这也是俱乐部不让她参加后宫 她每天上午训练,下午专心进行康复治疗 已经是朱婷当下最重要的任务 朱婷无法回到国家队进行集中训练的原因 对朱婷而言,为国家队效力 这是她进行手术与康复的唯一动力 然而,在本赛季意大力联赛中 朱婷手腕的康复进程并不尽能力 恢复的速度也不及预期 虽说从个人得分来看,她仍保持着较为稳定的表现 但进攻成功率与体能等方面 与她往日在球场上的魅力相比,差距人较为明显 基于此,朱婷将在赛季结束后全力投入到手腕康复中训 希望能尽快恢复最佳状态,重返国家队 作为朱婷的支持者 我们理应理解并支持她此番的决定 朱婷不仅是一名顶尖运动员 更是一名职业运动员 她需要做的,不仅是保持高超的竞技状态 更要时刻注意自身的健康与康复 手腕处的伤势 也无可掩饰的对她的正常竞技产生影响 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现实 康复治疗已成为朱婷当下最重要的任务 只有确保自身达到最佳状态 她才有机会重返赛场 为国家队再度出战 以最佳状态为国家夺取荣耀 作为朱婷的球迷与支持者 我们应给予她也有的时间与耐心 相信这位中国女排的骄傲 定会在最短时间内回到最佳状态 当她再度飞越球场为国家队磅礴进攻 让我们一同持续为她加油,为她呐喊 朱婷,我们等你 国家队等你 全国球迷也都在等待你的到来 相信这段旅程即将结束 因为我的故事也将在更重要的舞台上续写 加油 这位女排的骄傲与希望 我们会一直陪着你,一路向前 作为朱婷的球迷 我们应给予她也有的信任与耐心 她是一名充满责任感与职业操守的运动员 她的每一个决定 都基于对自身实际状况的客观判断 以及对国家队最大利益的考量 多年来 朱婷已将全部心血都投入到国家队中 她在球场上的出色表现与付出 有目共睹 我们应相信她的选择 也要相信她会尽最大努力进行恢复训练 争取紧快重返国家队 朱婷是中国女排的骄傲 更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最闪耀的心 她已经习惯于在最艰难的时刻 做出最正确也最艰辛的选择 让我们给予时间 给予鼓励 给予信任 相信不久的将来 我们定会再见到这位姑娘在球场上翱翔 为国家队带来更多荣耀 朱婷 我们等你 中国女排与无数球迷 都在等待你归队的那一刻 你的故事还未完结 中国女排的传奇还在继续 加油 这位女排英才 你一定会回来 带着最强大的实力与决心 让我们在更重要的赛场上 看到属于你我的辉煌 我们下期再见